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歐德美,歡迎回來戰...超寫實戰場模擬器 今天我們這一集,就是要開始去找我們的隱藏單位啦 老頭已經做足了功課 我們要來把這個隱藏單位全數都找出來,並且來玩一下喔 那個隱藏單位呢...目前網路上的資訊只有四隻隱藏單位 那我們就以這四隻來開始尋找 後續會不會有新的不曉得 或許官方目前只更新這四隻也說不定 搞不好到時候又有神人再找到其他兩隻或三隻 老頭再另外把他找出來給你們看 這個就...各位慢慢的等待了吧 那麼這邊告訴各位這四隻的位置在哪裡喔 首先呢,第一隻的位置... 就是...我看一下沙盒 首先我們可以開沙盒 第一隻的位置好像是在這一個吧 Made...Made...這個什麼one的 這個地方呢 按下你的F 進行自由探索 然後你會看到...這個的後面吧 是不是... 這個的後面呢,會有個小丑的帽子 沒有錯,把他撿起來就對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 好,找到了這隻小丑哥 欸,這隻小丑哥到底有什麼作用呢 啊,我們立馬來試試看 好不好,這小丑哥只要三百塊錢而已啊 啊,有點猛啊 那麼便宜 那應該是還好吧,我覺得 看一下 幹嘛 想攻 所以說到底攻不攻擊啊 What 殺鬼 再開一次 哈哈 再開一隻 哎唷哎唷,哎唷ish 哎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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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你達到我 差點到我 哎唷,差點到我 第三下,第四下 所以說他們總共會跳三下 第三下的第二第三下之後就開始攻擊了這樣子 這樣不準啊這樣子的話要配一個近距離攻擊的 我進去攻擊他直接做做傷害了啊 而且為什麼會有這隻啊 這隻是哪來的 等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啊 砍啊 唉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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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有這隻啊 啊這隻是不是之前找你藏單位的其中一隻 好只是因為太中看不中用了所以說完全沒在鳥 啊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忍者對 對多的時候什麼情況 這忍者啦我們的小丑 啊死掉 好沒關係我們來附身一下 附身合體 左鍵跟右鍵 喔空白鍵是往後跳 差 唉唷很會擋喔 超會擋的 完了完了倒地了要被砍死了 幹超危險的 幹什麼 完全打不到 完全打不到 戳 戳 就 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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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後面才砍死了 戳 搞這是 這mayaf 那麼 發 攻擊方式左鍵跟右鍵 哦 對我忘記給大家看一下第一人稱長什麼樣子 第一人稱大概長這樣子吧 兩把刀 那我到地上了 哦 死了 好啦我們接下來呢 第二個隱藏單位呢 大概應該是落在這個吧 第二張圖 哦 我們這個MED的第二張圖 好像是這一張吧是不是 哦 看到了 遠遠就看到了 有沒有看到這邊前面有一個 人被插在上面 沒有錯就是他 啊 不知道為什麼我要 要有這個動作 這不知道是誰 好像國王之類的 他留下他的腰帶這樣子 我不是很了解 好了 既然都找到了 召喚一番 他在哪裡啊 好像是這一個 哦 給各位看一下 哎 長得兇 生氣勃勃 拿了一個木樁 哦 你看已經蠢蠢欲動 那個腳跌抖有沒有 開始 看一下整體的攻擊模式是什麼 插 哈哈哈哈 有點好笑 拿鉛筆打架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沒有被拔過是不是 夠 夠 夠 可以連打 哦 這可以連打 他死了 我後來發現 他這個是不是有個能力啊 好像還好 一秒 一秒的時間 我以為是他打到敵人的時候 CD時間比較短 會錯意了 欸不對啊 你們自己看 好像是進行攻擊的時候 可以立馬再攻擊第二波 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發現啊 他的 CD一秒的時候 還沒結束 他就直接開始攻擊了 不知道是對方 攻擊你造成格擋 可以直接立馬 進行下一波攻擊 還是說我們的攻擊 有去打到部位 然後造成部位判定 然後馬上就可以再攻擊 感覺他打很快 有沒有那種感覺啊 你看 再一次再一次 感覺要打挺快的 喔唷 插到我的頭 幹什麼 幹什麼 有沒有看 馬上可以再使用 有減CD的效果 打超快 不知道這是Bug該怎麼回事 好啦 反正總之這是我們第二隻的隱藏單位 我們接下來看下一隻 下一隻的隱藏單位 是隱藏在 這個Viking的這個沙盒4 好像是這個吧 對沒錯 這個好像是新圖 是不是 好像是吧 欸 我好像很少來這張圖的樣子 然後呢 這個隱藏單位的位置呢 好像是在這裡 是不是 不是在這裡 就是在對面 就是這個 很像牢籠被關起來的 這個狹窄的一個空間 你看到這麼一個帽子 把他撿起來就對了 拿到了一個叫烏勒 好像是這樣念嗎 烏勒勒 既然都已經有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隻鉛筆大哥呢 他是1000的金幣 然後這個小丑是300 那我們的烏勒大哥 烏勒勒大哥 怎麼沒看見 難道他更便宜嗎 欸怎麼沒有啊 哈囉 喔這個是不是 啊看到了 哇拿 拿斧頭喔 欸這傢伙拿斧欸 而且他的斧是雙刃斧 哇 勒個去 雙刃斧欸 好帥喔 開始 喔 用丟的 哈哈哈哈 丟的時候會冰凍 會結冰喔 唉唷 唉唷 行喔 哇 用丟的欸 那我頭上插兩刀都沒事 繼續 你可以丟準一點嗎 啊贏了贏了 欸蠻有趣的這一隻 這一隻 這隻設計的蠻有趣的 我覺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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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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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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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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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2 1 2 1 2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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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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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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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而且我居然贏了,再一次 贏我 怎麼都差不多 而且他都擅長用腿 一擊必殺 我覺得應該弄一個 比較弱一點的 不是不是不是 幹什麼東西 不要弄錯啦 嗯 我們沒看完招式呢 左鍵是 用吹的 右鍵是踢吧 怎麼都是用手啊 空白鍵 空白鍵才是用腳喔 喔,根本揮不到他 過 過 這沒什麼力打不到啊 有沒有傷害啊,還是抓他而已吧 踹 果然還是空白鍵傷害比較高 你看,飛起來的動作超好笑的 喔 蛤 蛤 這個說圖封面好不好 不錯,截圖 好啦 這就是我們這個 第四個隱藏單位喔 那其實這第四個隱藏單位感覺也還好 要用在哪個 用在哪裡呢 所以說實在也說不太通耶 我們看一下如果他敵 他的數量眾多會產生什麼效果 看一下 喔唷 滿天飛,滿天飛 看起來也是蠻可觀的就是啦 滿天飛啊,踢來踢去的 哈哈哈哈 這也行啦 好不好 我們那隱藏單位還有什麼沒看啊 小丑嗎 小丑的 小丑的 眾多隱藏單位 應該也沒什麼好看的吧 我覺得 結果看到一群 一群小丑在耍寶啊 然後很吵這樣子啊 然後翻一翻就死掉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真的覺得莫名奇妙 對阿 然後就是這些吧對不對 雙手斧的話 雙手斧的話 就是一大堆遠程 做一個攻擊 看誰先丟到誰先贏這樣 勝利了 大概就這個樣子 好吧 那麼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這四個隱藏單位全部介紹完畢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 好吧 如果喜歡我的片段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給更多的新影片朋友還有觀看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等這個超寫實戰場模擬器更新之後再見面了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